要说我们家这个日本婆婆的生活习惯 那可真是有点变态的 婆婆每天早上7点之前 一定要吃完早餐 然后就准备出门锻炼身体 中午12点准时吃午饭 要是晚一分钟 那中午这顿饭她就不吃了 她说这个是日本女人的时间观念 中午的这顿饭很值得研究 你看她拿出来一盒纳豆 几点酱油 几点芥末 然后疯狂地搅拌 她又给自己盛了一口大米饭 没错 日本女人吃饭都露口 接着去厨房又给自己泡了一壶大麦茶 大麦茶也是要加满满的一杯冰 才能心满意足地喝 纳豆米饭和并麦茶 这就是她的午饭 吃饭之前依旧是吃她的日本酵素小丸子 她跟我说 纳豆是发酱的健康食品 她认为为了长寿每天都要吃 麦茶她认为要刮肠道的油 每天都要喝 酵素小丸子 吃米饭这种高热量食物之前 她肯定是会吃酵素的 毕竟她把身材看得很重要 虽然说日本女人的生活习惯很麻烦 但是我也很赞同她的健康意念 你就像酵素小丸子和淡麦茶 我也跟着她每天吃 但是纳豆这玩意儿我是真整不了 味道真是太上头了 你们有谁想试一试纳豆的味道吗